好好的女人找个这样的老公 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 每当小美推着丈夫在大街上走过 就有人在他们后面议论 其实也不怪别人议论 小美身高1米7 肤白貌美 而轮椅上的男人缩成一团 也就80公分的样子 还是个残疾人 漂亮的女人找一个这样的男人 任谁都会认为她是贪图男人的钱 这个女人是不是贪图男人的钱不知道 但这个男人确实很有钱 男人叫李创丽 拥有几家网络公司 身价3亿多 因为患有罕见病 李创丽常年坐轮椅 被人称为轮椅总裁 一个身高80厘米的男人 是如何做到身家过亿的呢 小美又为何义无反顾选择李创丽呢 想知道所有的故事就要先回到1986年 大家好 这里是第五情报站 1986年的某天 广东汕头的一家医院一个男婴出生了 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 这个孩子患有先天脆骨病 看着孩子还没有来得及喜悦 男婴的父母就听到了医生给孩子的叛词 脆骨病又称称骨不全症 这样的病人俗称瓷娃娃 他们的骨头很脆弱 就像瓷器特别易碎 稍微一点外力 他们就会骨折 平常我们手指破个皮都会觉得疼痛 经常骨折那得多疼啊 而这样的痛苦 这个男婴刚出生就要开始忍受 他刚被接生出来 医生就发现他的右腿骨折了 一骨折对这个孩子来说还不是唯一的糟糕 脆骨病患者因软骨发育不良 普遍各自来小 也就是说脆骨病患者 医生不但要受到病痛的折磨 还有可能要经受他人的异样目光 更可怕的是这种病根本没有办法治疗 摊上这样的孩子 许多父母都会狠心将其医扔了只 任其自生自灭 好在这个孩子是幸运的 父母含泪坚持把他抱回了家 还起了个响亮的名字 李创丽 李创丽从小就被细心照顾 只是仍免不了饱受骨折的痛苦 看到别的小孩子贪玩 李创丽也想参与 他不会走就在地上爬 可稍易有动作 身体就发出啪的一声 不知道哪块骨头骨折了 小伙伴看见李创丽不能动 就故意将玩具扔到他面前 他刚一把手扬起来 手就嘎嘣一声 可怜的孩子就连躺着都暗含危险 腊月天冷 爷爷心疼孙子 睡觉时给李创丽轻轻加盖了一床宝贝 没想到就是这床宝贝 让李创丽一翻身 右手右腿同时骨折 你说这糟心不糟心 1991年也就是李创丽五岁那年 他的父亲因病去世 这让本就不富裕的李家 没了主劳力 日子更加捉襟见肘 穷归穷 可孩子不能不上学 李创丽的爷爷打算着 怎么都要让孙子去读书 街坊邻居见此纷纷说 浪费那钱干啥 他就是个等死的人 面对这样的说法 李爷爷气得脸通红 他身体已经残废了 难道还让他的脑袋残废吗 是啊 上天给了我们糟糕的身体 不代表我们的命运 就注定也会糟糕 只要大脑不死 就有机会逆天改命 可学校也不敢轻易 收一个一股折的孩子 为此 李爷爷挨个学校 向校长求情 拍着胸脯向他们保证 如果今天 我的孙子在你们这里读书 发生了任何意外 都是我的错 所有责任我来担 请你们高抬跪手 让他读书好吗 终于有一家学校 愿意接收李创立 他学习态度认真 深受老师喜爱 只是一直读到三年级 他骨折了不下十次 实在太吓人 学校还是坚持把他劝退了 既然不能上学 那就自己在家自学 之后 李创立抱着书本 独自学完了小学所有课程 有一天 他偶然在报纸上看到 有残疾人创业成功 11岁的李创立心动了 别人能成功 那他也行 而且家里窘迫 需要他的一份力量 说干就干 他让妈妈给他去市场 进了一批玩具 他拿到街边摆出去卖 爷爷和妈妈看到 是既担心又高兴 高兴的是这孩子身残 质不残 担心的是 他的身体能受了这种苦吗 别说 李创立虽然残疾 但嘴皮特溜 有着很强的营销本事 一堆玩具 竟然很快就被销售一空 一年下来 挣了小一万块钱 那可是1997年 这样的成绩 算是个小小的成功 一直到2002年 李创立16岁 他的姑妈恰好从深圳回家探亲 他告诉李创立 深圳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那里可以帮人实现梦想 李创立又心动了 他果断跟着姑妈来到了深圳 深圳是很好 但他一个残疾人能做什么呢 起先为了维持生活 他先在姑妈的杂货店里帮忙 后来他开始学用电脑打字 从一分钟五六个到一分钟五六十个 本以为这样就算拥有一项技能 轻易找到工作 接着在深圳立足 可当他被人用婴儿车退到人才市场 用工企业全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 表示了婉拒 只有一个老板看了看问他 小伙子你也是来找工作的吗 是的 能给个机会吗 李创立不卑不亢 老板递给李创立一打文件 李创立啪啪啪很快就打完了 而且没有一个错别字 老板很惊讶 他知道李创立能胜任他安排的工作 可是依旧没有录用他 他告诉李创立 小李啊 其实我请你是可以的 但我还得请一个人照顾你 因为我的办公室在三楼 听了老板的话 李创立没有脑 他给老板鞠了三个工 感谢他给了自己这样一个答案 他知道他的身体条件 不会让他找到工作 他要想养活自己实现梦想 只有一条路就是自己创业 刚开始他去厂门口卖报纸 一个月下来赚了219元 这是在没有家人帮助下 在异地他乡赚到的第一桶金 为了能赚到更多的钱 李创立只能继续干老本行 街头摆摊 他嘴甜 态度好 生意很是不错 可是深圳有城管啊 别的商贩一看到城管 一溜烟就跑了 李创立只能无奈地处在原地 你怎么不跑呀 城管幽默地问李创立 李创立抬眼富翡道 废话 我能跑还等你来抓我吗 下场就是货物被收走 自己灰溜溜地回家 至此摆摊的路被城管给彻底堵死 摊子不能摆 找工作没人要 总不能在家干耗着 李创立把烦恼将给朋友听 朋友就建议他开网吧 2004年 互联网在中国刚流行 年轻人扎堆喜欢上网 可电脑太贵 一般人买不起 想上网就得去网吧 李创立考虑了一下 觉得还真不错 可开网吧需要店面 电脑 钱数自然不能少 等到他东拼西凑 妈妈也帮他借钱 将网吧开起来后 很快网吧 又因为无证经营 被工商所取缔了 这下可好 没挣到钱 反而欠了更大的一笔债 李创立心里又难过 又着急 为了生计 为了那个不成为 他人累赘的梦想 李创立又开始折腾 他卖服装 卖数码产品 什么赚钱 他干什么 一眨眼两年过去 正逢手机悄悄崛起 刚好深圳市 手机流转的中心城市 需求就是市场 李创立抓住机会 开始卖手机 他真是个营销天才 一年卖出去 七千多台手机 挣了一百多万 但李创立爱折腾的毛病 又犯了 手机正卖得如火如荼 他就又开起了网店 做起了传媒 只是投资领域过多 以致精力分散管理失控 好容易挣来的一百多万 又陆续被亏掉了 看着存款消失不见 李创立猛了 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他跟捏萝卜似的整天在家里待着 很快做保健品直销的朋友 找上门来拉他一起干 这玩意来钱快 但是跟传销似的违法啊 很快李创立全身而退 转头开始尝试电商 他自学编程 琢磨开发出一套电商平台 并将其推销了出去 之后他又继续琢磨 怎样让平台发展得更好 最后总结出 复合式拼团营销的思路 也就是买的人越多 价格越便宜 然后吸引更多的人来买的营销策略 思路就是钱 他的复合式拼团营销方式 给平台用户带来了实惠 实惠引发口碑口口相传 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注册 使用李创立的平台 他的电商平台也开始发展壮大 但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单打独斗只能养家糊口 很难把事业做大做强 为了更高远的人生目标 李创立找了几个朋友 几个人联合起来 组建了深圳创立会集团公司 在朋友们的推举下 李创立任公司总裁 经过不断的沉淀 整合 几年时间 集团就打造完成了 强大的供应链体系 到2014年 李创立的个人资产达到了3亿 至此李创立真的成功了 他真的做到了 家人所希望的身残质不残 令李创立没有想到的是 她的坚强和快乐 不但能够驱散生活里的阴霾 还给她带来了爱人 小美不但身体健康 还身高1米7 肤白貌美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 李创立的大胆 十几年前的某一天 李创立去朋友的公司玩 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在那里忙活 就开玩笑地问女孩 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小美听到李创立的问话 脸不禁一红 但还是实诚地摇了摇头 得知对方没有男朋友 李创立便对其展开了追求 李创立虽然个子矮 残疾 但人风趣 幽默 加上对公司事务 运筹帷幄 领导能力出众 对小美更是体贴入微 观心细致 渐渐地 小美也就接受了李创立 还给她当起了秘书 两人相爱后 不但小美父母反对 就连路人看到他们在一起 都会对他们冷嘲热讽 但就如很多人爱说的 如果爱就大胆爱 小美选择对别人的议论 一笑置之 2012年 小美给李创立 生下一个健康的儿子 小家庭更是和谐美满 如今 12岁的儿子早已超过李创立 身体健康又很懂事 李创立的集团 仍在有条不紊的 有序发展着 对于她不平凡的人生 她的好友杨雪峰曾说她 虽然老天爷在身体上 对你很不公平 但在命运上还是很照顾你的 但李创立却不这样认为 她说 我的命运是我自己走出来的 风光背后到底有多少心酸 恐怕只有我自己才真正明白 是呀 哪有什么命运眷顾 还不都是面对苦难 咬着牙一步步死撑 走出来的结果 撑住了 走出来了 苦难便只是经历 撑不住 走不出 苦难就仍是苦 难 我们迈不过去地看 走出来了 感谢观看